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凌云的直播间 凌云说财经,有料有趣,有获益 国庆节长假终于过去了 今年的国庆节长假修得还算不错的 虽然天气不一定都好,像北京就阴雨连绵 见太阳的时候是不多的 但是整个过节对于投资者来讲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休息 和重新积累积蓄能量的一个过程 特别是在过节期间 我们看外围市场是先一后一样 把光明的尾巴留给了A股 特别是港股从国庆节后半节出现了回稳走枪 科技股后来居上 包括美股,美股也在后来这个阶段 遇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数据和美在上限 能够在年底之前平稳过渡 所以美股在最近两个交易者也出现了上涨 所以A股算是有惊无险 顺利的等到一个比较好的契机来复盘 这是开盘的时候实际是不错的 但是从今天市场的表现来看 应该说总体是强劲 但是里面的分化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讲说开门红和机关重重 开盘的时候可以看到市场是一致性的 这个看多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高开和普遍的上涨 开盘的时候市场情绪特别高涨 七点几分 涨跌比的比例也差距拉得非常的大 9比1都不止 将近的10比1涨跌比 拉得很充分 但是可以看到市场由大家公认的要跌的 比如说像育苗股 也有一些市场没有预料到 在后续的走势出现主动杀跌的 这里头就顺周期方向 特别明显的出现了进一步的杀跌 顺周期方向的杀跌 对部分投资者来讲是非常严峻的一个局面 因为国庆节回来的时候 周期股杀了一波 在国庆节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子 也就是说9月底收盘的时候 周期股稍微有点反弹 给大家留出一点悬念 当时我没有做过截图 周期股的反弹主要还是月末收盘做一下 因为毕竟有大量的基金深度的介入了顺周期股票 最后一天的时候 稍微稳一稳缓和一下 但走势是不明朗的 存在进一步下杀的可能性 但是依然可以在今天看到下杀是毫不手软 在开盘之后 迅速形成一个集体的杀跌的动作 那么使得到五间的时候 我们看市场跟开盘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的 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人气 这个全A或者护身 300这些还是人气很高的 包括到五间转为下跌的 创业板 科创板 红绿指数等等这些 那么在人际指数上面 创业板也维持了五点几份 几个以上的一个分数 个股涨跌比例上面 也维持了一个3200家左右 对1100家这样一个遥遥领先的一个局面 也就是说下跌的加速 1100多家不算很多 上涨的加速还有3200多家 但是它凶险在哪 就是下跌的这100多家里头 在盘中交易时段里头 跌幅迅速扩大 被逼到跌停板附近的 这个股票的数量比较多 呈现出的板块效应 板块效应呢 它通常呢就是所谓的系统风险 它不是某一家公司 遇到了自己的问题 出现了调整 一旦有板块效应呢 通常就是系统性风险 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影响因素 投资者呢采取了偏一致性的行动 才会形成了板块的明显的一个下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市场分成两对 一对呢做多也很坚决 在开盘之后呢 是涨幅呢进一步扩大的 这里头呢 典型的一批呢是 前期严重超跌的 这个核心资产股票 典型呢 比如说像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这次呢 也算大难不死 在港股呢也先杀跌 后面这两三天呢出现反弹 给了A股的中国平安 跟着反弹的一个机会 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 涨了要完整六左右 第二一个呢 类似呢就像这个恒坠一样 过节期间呢 医药股呢是总体是调整的 在墨沙东 这个号称推出了 新冠的治疗的口服业之后 我们看疫苗板块呢 出现明显的大跌 生物医药类的个股呢 都有一点这个危机重重 但是呢我们看今天呢 恒坠 还有部分医药股呢 还是走出了比较稳健的 一个反弹走势 这是前期呢 比较超跌 跟疫苗呢 有一定的这个防火墙 然后呢也出现反弹 这是医药板块里头的部分 平等出现反弹 但疫苗股 今天呢是大跌的 这个处在呢 这个板块的系统性风险的释放 医药股当中的一部分 像这个卖罪医疗这些 因为有大规模的一个捷径 前期反弹的幅度呢也比较大 那今天呢也是下跌的一个走势 这是医药股这部分 那第三呢就是消费股 消费股呢 结后的这波反弹呢 还是显得市场呢 有一定的合力 那么特别是呢 这个白酒方向 五粮业呢 今天是领涨的 涨幅呢 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之间 茅台呢 因为被银保监会 意外的点了一下名 说是有银行的话 保险的资金 投机性的炒作 所以呢 今天的表现呢 就相对反复一点 在开盘的时候呢 有点调整 随后呢出现反弹 力度呢不大 但是呢 维持了节前 涨停板之后的 这个重心 再向上飘 总体看上面来看呢 就是白酒的这个走势 它有点进入了旺季 前期呢 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 所以市场还是有回復的力量 进一步呢 推动他们的一个反弹 那白酒的反弹呢 是比较容易联动到 这个食品饮料 或者消费股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消费股里头 包括呢 挨得近的 像调味品这些 这个都是有所反弹 这是跟白酒呢 形成了一个联动的一个效应 但是消费股里头呢 有一部分 在开盘的时候呢 也明显杀电 主要是业绩波动 业绩波动 特别是呢 像三支松鼠这些 这个呢 是一个调整走势 消费股呢 重现出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 但是呢 基调上面呢 是一个反弹 再往下看呢 就是之前 这个调整的幅度呢 也比较大的 像这个总业类的 还有呢 就是养猪啊 养鸡啊 等等这样一些 都是呢 有超跌和行业的接近 这个景气低点的底部 这种可能性 所以有些资金呢 进去拨一下 这些呢 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那么这里头呢 就组成了 这个市场当中的结构上面的 游坐转强 它共性的地方呢 实际上是游坐转强 就是长时间的调整 在估值的阶段性低点 和走势上面的形态低点 开始呢 在节前 出现反弹措施 所以呢 有一点 脾气泰来的一个味道 就是长周期的调整 然后呢 出现一个切换轮动 那么今天呢 杀跌的这部分呢 无疑呢 就是年内的 最风光的 这样一部分 这个主地行业 其中呢 以顺周期的为主 就是从 从这个升能源 新能源 设备啊 或者说 这个 产业链终端啊 或者说 往上游延伸啊 这部分 第二一部分呢 就是风光变 这些后来呢 被传达到 再加上呢 就资源品 这些 都是呢 这个 经典呢 这个潮的最凶的 很多股票呢 都有非常明显的业绩暴涨 对应的股价暴涨 很多股票呢 都有比较明显的 行业呢 处在一个 阶段性的景气高潮 以及呢 这个自己呢 有 典型的周期性特点 那么今天呢 煤炭 电力 风电 水电等等 这些呢 都是大幅度的下跌 那这种下跌呢 因为在 国庆节前 中秋节 回来的时候呢 已经 有了一个 下跌的一个推动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下跌呢 是强化 这个 这些类型 就强周期板块的 进一步的走路 以A股的习惯来讲呢 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呢 经过这么一个杀跌之后 短期来讲呢 就只有超跌反弹 只有超跌反弹 已经很难走出呢 再度的反转 我觉得强周期股呢 现在的走势呢 就是捕捉反弹的机会 然后呢 做一些检查的一个动作 应该说调整的是没有结束 在跌多了以后呢 有可能会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这是这部分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从全市场的角度来讲 整个故事呢 要圆下去的难度呢 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之前呢 讲的 讲的故事呢太大 讲出了大棋 那些大棋呢 我个人是不耐心的 我个人是不耐心的 从一开始就不耐心 但是呢 资金介入之后呢 他是可以 把这个大棋 所要指向的位置 通过资金的力量 和市场的跟风 盲从 是可以炒到的 是可以炒到的 但是炒到呢 不意味着呢 他能够站住 也不意味着呢 他能够进一步的走强 所以呢 这一轮的杀跌呢 还是很凶的 周期股的特点呢 就是 短期 急剧爆发力 急剧爆发力 一旦被市场确认的时候 他会呢 跟大宗商品 跟期货市场 产生了联动 然后呢 会有期货资金的 跨市场运作 形成的一种很激烈的 这种上工走势 但是一旦反转的时候呢 也是 也是谁都救不回来 周期股的特点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